議長 市長 李秘書長 宋前議長 市府各單位主管 各媒體小姐先生 我們會同仁大家早 上午繼續進行市長施政總質詢 恭請議長主持 李市長 李秘書長 我們葉秘書長 市府各單位主管 今天早上是由我們宋前議長的施政總質詢 現在請我們宋前議長開始 謝謝我們議長 還有市長 還有各局處的所有局處長 以及我們新聞媒體的好朋友們 大家早安安 好 首先呢 我想要詢問一下 過去的我們蔡政府所執政的三年多 不知道大家對於他的政策的推出 例如軍工教改 勞工一利一休 以及新南向政策等等的問題 等等的一些政策 本市想要詢問 大家覺得他這些政策推出的時候 他的成熟度 你們覺得滿意嗎 我想各局處 因為你們都是我們每一位 人民納稅前所攻擊的我們的軍工教所有的為民服務的所有公務人員 那麼我也想說你們也同樣遭受到很多的問題 那麼對於我剛剛的詢問 我想我們各局處是不是能夠以舉手來表達一下 你們覺得滿意度 他的成熟度是夠的 請舉手 好 我詢問到此 我想很多我們現在整個社會都紛紛牢牢 就因為我們的國家不安定 所以我們很多的政策 也無法非常成熟的我們來推動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想有世界觀的國家 我們在同樣的我們這幾年來我們的觀光旅遊 我們要推出也是自愛難行的 我想有世界觀的國家在推廣觀光旅遊 不只是要生意的行銷 城市的商品 與觀光的景點 用一次性的讓旅客 我們來揮霍金錢與奢侈的消費 要讓旅客感受到為何樸實的以及務實體貼 而這種的初始呢 旅客會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想有關於我們打造一個智慧城市 智慧消費 我想在這裡提供給我們市府團隊 我們2014年我們的觀光旅館住用率是78.56 2015年是79.42 2016年74.46 2017年71.79 2018年69.59 我想住戶率可以代表我們這城市的進步 或者是衰退 那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呢 我想這是讓我們深思熟慮的我們市府團隊 大家要嚴請一些專家學者來做分析來做報告 那瑋麗呢 本席呢 在此呢 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到桃園機場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置物箱 像如果說有外籍旅客 背包族 他們想要在基隆住宿一天的話 但是他剛出到基隆的時候 他有行李 還沒找到飯店 我們是不是可以提供這平台 讓他們可以擺行李箱 或者日用品等等的一些旅遊用品 我想我們基隆市 既然要打造 讓我們的旅客能夠在基隆多停留 我們可以提供這樣的一個平台 給予我們旅客方便便利 甚至還可以讓我們的地方稅 能夠增加稅收 其實很多東西 用溫暖的暖心的態度 去迎接遊客的話 我想 不管是哪一縣市 或者是外籍旅遊 都會折折成奇的 而且會稱讚有加 像我們有時候郵輪到的時候 郵輪到的時候 他們要上郵輪的時候 他們可以先在前一天 比如說中南部那邊 他們可以先一天 前一天把這個行李箱 擺在置物箱 然後在基隆市 我們各個角落 去逛我們的大街小吃店 這可以讓我們的消費能夠增加 我想提供這個跟各位分享 我想每一位議員都希望這城市更好 所以都會有些建言給我們市政府 希望你們都能夠 將我們的建議 納入你們討論的項目裡面 接著 我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一區一特色的公園 那不是一步登天的 其實我滿贊成 市長曾經在說 我們的基隆 所有的休閒公園 都差了別的縣市二十年以上 因為最主要一年的預算只有五百萬左右 連基本的維護都不夠 比不上台北市一個區的經費 我非常贊同市長講的這幾句話 因為他們的一個區就等於我們一個市 我們就到截至今四月份為止 一共有三十六萬九千八百二十人 等於台北市的一個區域 因此呢 我力期許我們未來 市長 如果您覺得經費不夠的話 我力如果選上立委 我跟你一起來打拼 尤其對真親子公園 我力是興趣滿滿 而且是應該覺得要為我們未來的主人翁 找一個非常讓他們兒時能夠回味的場域 我想我們現在看到外縣市新北市的三重 他們有個幸運草 劉華梯公園 大家看一下螢幕好不好 你看這美人美奮 不要說孩子喜歡 我們大人看到這色彩繽紛 而且它的設施非常的安全性 接下來 還有汐止白雲公園 我想 如果 大家都關心基隆的話 大家可以多參考外縣市 所設計所打造的公園 再來 不是 等一下 遭陽茶葉公園 我想剛剛我們看到那個遭陽茶葉公園 它那是一個扭蛋式的 我覺得這就是所謂的特色公園 這就是一個特色公園 我想 我們要做到好 但是不要做很草率做事情 那不叫效率 那叫胡搞瞎搞 我想市長現在有推出我們中正公園那邊有一個電梯 我想這就是一個特色 我非常的贊成 因為各縣市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一個這樣子的規模的一個特色公園 希望你們把我剛剛那些構思 把它加入進去 我們先從中正公園打造開始 因為經費有限 因為經費有限 但是委立保證 如果委立當選立委的話 一定 跟我們市長合作 跟中央去要經費 因為我們都是為了這個城市 未來更好 好 我們現在談到我們金融市的陸評 那個張處長 前朝跟當今 同樣問題仍然是存在的 那就是陸評 我們的臉書幾乎都被灌爆 我們這些議員在幹什麼 是被罵了狗血淋頭的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靠近信山路 來 市長 你也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圖片 信山路 有那麼扯的嗎 有那麼扯的嗎 處長 這是我前天早上到現場去造的 所以目前的景象是這樣 它是距離我們市政府才300公尺不到 然後又是我們郵輪母港的門面 這個情何以堪 除此之外呢 我們民眾要是在這邊 騎車或者扭傷腳的話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市政府要求國賠 我們請處長答覆一下 謝謝宋潛議長的指教 信山路的部分其實市政府從去年開始 就已經連續再發報 因為流標了多次 最近我們應該重新再檢討完之後 會再重新再來公開招標 因為然後針對宋潛議長所提的 像局部的狀況不好的部分 大概要用零星的緊急修補的部分 我們也做過一些緊急處理 處長 我跟你講 這個問題老實說 我幾乎每天都經過那裡 大家知道我們都要跑行程 我只要跑到這邊 我就很怕我的車子受損 只要在這邊我就很怕路人會摔跤 只要經過這裡我很怕某一車 萬一傾斜摔倒 你知道嗎 這個問題存在很久了耶 存在非常久了耶 最少一年了耶 當然我們要檢討 除了這個要 這不是修修補補 就可以整條 整條的它的那個人型 那個磚瓦 你們那個磚用名詞叫什麼 他那個地磚我們整個把它搬起來 對 我跟你講他整個地磚的設計是錯誤的 你知道嗎 既然前朝錯誤 我們的市長就任也三年多了 應該趕快去把它整平啊 而不是一直到現在 還無動於衷 沒有啦 議長我們 宋前議長我們有在那個做改正的動作 你改正動作 你給我一個期限好不好 我們今年9月之前 暑假之前 會把整個區塊 整個做一個徹底的改善 你知道這只是基隆市的冰山一角 前兩天我相信 我們別區的議員 大家也有提到這陸評 可是你們都是用一致的標準回答 我們都已經在發包 我們都已經在什麼 而且我質疑 為什麼現在的工程一直流標 原因到底出在哪裡 是價格太低 還是經費不夠 跟宋前議長報告 其實價格該調整的我們也調整了 然後該考慮的部分我們都考慮了 我覺得應該是整個市場上的能量 變成說要做的人 我不知道是因為手頭上有很多案子在做 所以根本 因為這個案子我們 估出來大概五百多萬 其實金額也不高 變成說可能投標的議員也沒那麼高 我們也在積極要標 處長 我再跟你講 中山一二路以後也會這種地磚 也會這種情形 也會發生這種情形 這叫浪費人民的納稅錢 你知道嗎 我覺得當初你們在設計中山一二路的時候 就應該要把它 認為說信山路有這個敗筆的話 應該不應該再用這樣地磚的方式去施工 有跟宋前一本報告 信山路是因為車型 所以地磚是不適合的 那中山一二路是人行道 是鋪地磚 是高壓連鎖磚 那個是OK的 然後底下的我們也改成用硬底的方式 變成說真的機車上去的話 它也可以耐得住那個壓力 你那保固是多久 我們的結構體保固是五年 五年 那五年之內如果損壞像那個信山路一樣 你們會怎麼樣處理 假如是 其實假如人為的破壞當然工部門要處理 假如是他的廠商的保護者 任邊說施工上的瑕疵的話 廠商要去處理 我們一定找廠商處理 那不用糾責你們承賣人員嗎 因為你們雖然你們驗收過了 保固期是五年 但當初這設計我們是不是要檢討一下 是不是有錯誤或怎麼樣的狀況 我覺得任何一個一定要用懲處的方式 要不然我跟你講我們基隆真的到目前為止 當然我們說每個公務人員都不好 我覺得要有獎罰 要有獎賞 也要有懲罰 這樣才可以區分到哪一位是用心 哪一位是不用心 好 你請坐 你看看那個 我那天去量五公分 這不是區塊 信山路整條喔 信山路整條喔 好 再來就是 我們道仁溪 我們的治水防洪 建設陨落 除了道仁溪之外 還有我們西定河 有關西定河 是你感覺無法承受天后的異常的變化 暴雨的容量的不足 不知道公務處針對未來的西定河 有什麼因應的措施 然後每逢暴雨安樂中山的居民 一定會遭受到水患之苦 為什麼 每一個 每一家幾乎都要做防閘門 你知道 防閘門是一個落後城市 所作所為的 我們要浮體抽薪的 將源頭找出來 或者來修正 我想針對西定河 它的容量 我想請公務處 我們張處長 能夠 答覆一下 跟宋前議長報告 西定河是屬於我們市區排水 所以它的保護標準說是我們講的五年的防洪頻率 那在西定河沿線 它的按照目前的法令的規定 它的保護標準是夠的 並說它斷面尺寸是夠的 而且當初營建署在民國92年 也針對西定河做了截流隧道分紅 所以分到外木山去 其實保護標準都是夠的 當然還是有局部的區塊 因為邊坡一些智商防洪的問題 一些坡地排水可能水 因為現在都強降雨 所以造成那個急流時間會縮短 變成說短時間內水就沖下來 像那個西定路的那個中油那個區塊 這些道理我們都懂 我們要如何來防範呢 其實防範的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自主防災的部分 要想辦法去處理 因為 民眾對政府的信賴 不是不是跟宋前議長不好 工程怎麼做它都有一定的極限 不可能說今天我是五年的保護標準 然後今天是超過五年保護標準那個降雨 你要政府部門保證說完全不會 其實做不到的 這樣子我講個實例 我想市長 你也知道上次暴雨來的時候 我們中山一路那邊 我們一起勘察現場對不對 那是因為排水溝的問題 那麼整個海水也整個倒灌回來 後來有改進OK 那麼西定河西定路我一直在重生 就是在盛興國小旁邊那個加油站那邊 整個那個泥巴水啊 是從那個地方沖下來的你知道 當時我人就在那裡 在西定國小門口 要走過去的時候你知道 我是穿雨鞋那天 然後穿了雨衣 你知道嗎 踩下去泥泥喔 你根本都 真的你腳拔不起來 那天我差一點摔跤 這就是防洪計劃要做的 因為現在西定路 那我們整個 整個後面那個西康里那邊的山形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偵測 以往 以往我想李同誠在當 那個公務處處長的時候 你應該知道那邊的山形有在走動對不對 我們都有在做偵測 我不知道你現在有沒有 這第一個 你待會答覆我一下 第二個 這水火無情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那個水是整個從 從那個加油站那邊整個竄下來 我一直要找市長去現場會看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去的原因是因為 都沒有排路行程 都沒有排路行程 當然你現在去看都好好的 可是你知道那個水是整個 是垮下來的那樣串流耶 那水到底水源從哪裡來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把它 弄一個水 找一個水源 找到源頭之後 然後把它做做 把它整個排水集中在一起 是不是應該要這樣做 而不是等到下次暴雨來 又怪老天 因為現在都急性暴雨 因為有一次了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說是因為急性暴雨 但是你如果再發生第二次的時候 你對我們這些居民情何以堪 誰願意住在基隆啊 對市政府的信賴保護都失去信心了 所以我想說 市長 你應該記得我一直在跟你提到這件事情 你是不是能夠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再找公務處他們去交代他們 再去整個盤整一下過 你請答覆一下好不好 處長你坐一下 宋建長這部分 是不是允許我補充說明啊 好好你講 這個區塊我們也跟當地的里長 還有議員們都去看過 當地議員我怎麼沒去看過 我也是當地的議員耶 因為最近一次是張秉均議員 跟旅美領議員都有去看 然後中油那個區塊 好針對這個問題 以後如果說當區的 當區的大小事務 你都要通知當區的議員 除非是他自己本身的會堪 好不好 跟宋建長報告 這個區塊的處理 因為中油的那個加油站 靠近深信工廠的加油站 那個區塊 它的排水系統 中油的部分它已經重做了 變成說以前水會整個 這樣慢流整個流下來 不是慢流熏泄下來 我知道 那個區塊排水系統它重新施做 然後也可以導到我們的側溝系統 然後現在唯一還差兩個動作 就是中油後面它之前有一個 我不知道應該算數字還是什麼 那個已經拆掉平的了 所以那邊我們會要求中油再做一個制洪池 變成說水量大了之後 至少能在那邊稍微停一下 做了沒有 中油這部分還沒做 排水溝的收集系統它做了 做完之後它現在的水就不會說 整個加油站到處都是會積水 它水就會收集到我們的側溝 那問題是目前我們側溝的容量是不夠的 所以側溝的部分我們今年也會去改 再多做一條側溝 變成說原來的舊溝還是留著 然後新的側溝做一條 然後最後會從那個西定河旁邊 不是一個那個變電所 會從變電所那邊橫向的 直接會讓它導到西定河 變成說這個區塊的水 除了靠制洪池暫時停留以外 整個收集系統的水 我們就會導到西定河裡面 這個區塊就不會在 像每次那個強降雨的時候 整個液淹的狀況那麼嚴重 我想 計畫都擬了 計畫擬了 你知道嗎 我身上聽到你們說計畫規劃 可是實施的日期是遙遙無期 今年就會做了 今年就會做 那如果說你們把這些水流 然後這個做成渠道 然後納入那個西定河 你知道西定河本身的水位就很高了 每次遇到暴雨 然後你知道更好笑的是 我去年那個暴雨 那時候每一戶我都去慰問 去安撫他們 他們跟我們講 以前從來沒有從西定河溢出來 從來沒有從西定河溢出來 那就表示說西定河的水位已經都很滿了 已經無法容量 目前的暴雨季節來臨的時候 所以本席認為 你們是不是應該 看西定河兩岸水位給他們 其實西定河也滿久了你知道嗎 它的底部老實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破損 你們有沒有去 比如說去檢查一下 或者去了解 你知道西定路兩岸的水 不要說什麼 兩岸的民房前面的水溝 已經三十年都沒有去整修了 再加上西定河你看那麼久了 我不知道溝底有沒有破溝 不管是溝底或渠底有沒有破 我們的人都會去尋查 然後當地的里長其實有什麼狀況 他也會隨時反應 真的有那個松前醫長所說的 有局部的破損 那該修補的部分我們都會做 現在是因為西定河兩旁的民房都緊鄰了 其實那個在把渠道加寬的空間其實是沒有的 然後你真的要加高的話 因為它上面又是西定高架 其實西定高架在當初在做的時候 其實整個應該是做成類似一個箱型的 它底部已經都在加固了 所以你要動西定河 目前的難度是非常高的 也會影響到西定高架的結構安全 我想針對這些經費的問題 應該沒有欠缺吧 因為營建署每年應該都會有一些公務預算會付出 除了營建署之外 而且我念一段給你們聽 2019年3月28號 我們公務處張元良處長說 針對防洪整體改善計畫 經濟部的水利署協助市府擬具短中長期計畫 短期包括瓶水瓶頸的改善 提後排水的改善 還有大五輪工業區排水改善 中央制全額補助1.23億元經費 納入前瞻基礎建設的計畫 去年已經 我跟你講 我剛剛讀的是 針對大五輪防洪整體改善的計畫 那大五輪息的部分 對 OK 那中央現在上限 我們13.77億 賴清德當時隱落的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補足我們金融市 整個大五輪的排水規劃檢討 是水規所那邊在進行 水規所目前的 因為檢討的計畫還沒核定 我們就講的中長期的部分 短期的部分1.23億 目前都執行告一個段落 消防局那個排水瓶頸段 都已經做完了 所以像這一次的大雨 其實水位就降下來了 因為瓶頸段一打開的話 原先水位因為瓶頸段它會擁高 現在我們目前觀察到的情形 是水位都宣洩得比較快 也降下來了 那中長期的部分就是 中期的部分我們主要就是 致洪池的部分 一個是大五輪 那個棒球場的部分 一個就是那個 情人湖底下的那個 那兩個區塊要做致洪池 那長期的部分 上次臨時會的時候 也跟議會做過報告 那就是分紅道 那分紅道 目前水規所也在做可行性的評估 變成說要走A1方案還是A2方案 A2方案就是 從社大舊的五輪國小那個區塊 直接打一條分紅隧道到外木山那個海域 大概整個都有在推 然後河川局在做一些環境的調查 一些影響評估 這個都有緊鑼密鼓一步一步在做 然後騎乘的部分 其實上次也跟議會報告過 中期的部分會到110年 然後長期的部分會從110年到113年 那整個計畫騎乘都有 計畫騎乘都有 我想我們大概還記得上次道仁錫 道仁錫對不對 第十河川局及基金部大五輪工業區 申請國賠 我不知道這國賠到目前的狀況如何 因為從2013年起5月的時候 就透過時任市議員 還有現任立法委員蔡世英的陳警 她表示 因道仁錫之流 基金二路三項17號大林公廟前的西案 並未加設提防 加上地處地蛙 吸水容易沖入附近的社區 但政府單位 那時候並沒有任何的作為 王先生後來在2015年12月和2016年6月 再次向我們金融市政府及蔡世英 我們那時候已經是立委了 陳警 那時候蔡世英是立委嗎 2015 2015 2016 對 市議員 8 反正就像蔡世英陳情 依然不見我們政府的改善 一直到2017年 大水沖走民眾 我們行政院院長 才到現場來勘災 才編列預算 加蓋該處的提防 那麼我們依據國家賠償第三條 公有公共設施 因設置有欠缺 導致人民生命 身體財產受有損害 國家應該要負起的責任 我想王先生呢 多次向有關單位曾請 但政府機關卻默示人民生命 那麼經濟部第十河川局及基進部大五人工業區 就該區段 的提防全責機關 能互相提皮球 到目前為止 沒有釐清治水全責單位 我想當初那淹水 因為有民眾向政府提出來 可是我們的政府不理不睬 導致後來發生這種情況 像如同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可以申請國賠 跟宋前一種說 當事人本來就申請國賠 我印象中應該是到訴訟的程序 因為那道提防 那個賴院長來看了 賴協議院長來看了之後 最後是第十河川局去做的 其實都算 因為那個區塊的排水系統的管理 是屬於大五輪工業區 就是經濟部工業區該管的 那個權責非常明確 好 處長 我跟你講 權責明確 民眾不可能跳起 跑到中央去找經濟部 我一定跟我們市政府來哭訴 一定是來跟市政府陳警 你們當時的態度是怎麼樣 國賠的管理機關 本來就是實際上設施的管理機關 當初 因為蔡司英立委 那時候時任市議員 我相信她有跟你們提出過 有沒有 這一個我可能就比較不清楚了 我想你回去查一下好不好 以後攸關於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擔起責任來 因為民眾發生任何大小事物 一定第一個一定找市政府 對阿 我覺得你們要擔負起責任 而且讓民眾來信賴你們 好不好 我想你剛剛 針對剛剛有幾項問題 我想說叫你答覆 你還沒答覆 你是不是能夠 沒有 西定河的部分 剛才也跟宋前議長報告 大五輪西的部分 其實大五輪西就是我們講的區域排水 那它中央的 我們中央的主管機關 當然就是經濟部水利署 然後西定河是屬於市區排水 中央的主管機關就是內政部營建署 它是不同的部會的 所以我們會跟不同的部會去爭取經費 然後該提改善計畫的 我們當然都會提 只是說西定河目前 因為西定河最後會跟南龍河交會 會變續船河 其實那個區塊整個都是 靠近中下游的部分都是趕潮段 所以它會受到海水的漲潮或退潮的影響 像基隆每次會有蠔雨沉災的話 大概都是剛好是漲潮的時候 然後又強降雨 你水根本排不及 所以造成像宋前議長講的 可能整個西定河都淹 可能都快要滿出來的那個狀態 然後又加上那個 我們講的內水的部分又排不出去 所以民眾會看到 我開始局部的在做急煙的 可能會淹到腳踝或是哪裡 大概狀況成這樣子 只要雨一停的話 應該很快的水就退掉了 表示我們的排水系統都是功能還是正常的 那排水功能正常 那到底原因是 有些是自然因素造成的 有些是可能 像大概之前 韓前議員在提的那些地溝線的問題 我們現在也都全面在清查 有比較容易擠淹水的區塊 那排水溝到底有沒有其他的染線或雜物堵塞 我們也是一條一條清 真的有管線在排水系統內的話 我們都會給他一定的時間 時間到了就會減除了 所以這部分以後的排水系統是更暢通 然後環保局也針對所有的側溝 該清淹的部分都會加強來清淹 所以那個積極面的動作 該工部門處理的 我們都積極一直在做 我想你講的都是 不是很用力的在處理 然後清溝這些 我跟你講這是本來就應該要做的 我想 有關於公務處 我想你也負擔了基隆市 是非常重大的一個科室 但希望日後 因為基隆是個老舊城市 很多不管是自來水管 或者是工程部分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老舊城市 有的地方都已經很舊很舊了 可是沒辦法去處理 沒辦法的原因是 只要民眾沒有提出 我們政府單位也不會主動去做 就如同六號碼頭 後花刷 我剛剛有提到 那邊我合理的質疑在走山 我想你們現在開始 要針對那一塊山坡地 希望你們每年變預算 去偵測那一塊地 否則整個花刷 如果整個潰堤的話 整個山奔下來的話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這是語中心長 先行告知 不要日後發生的重大事故的時候 大家一個都跑不掉 好不好 我們身為公務門 我們每一位都要 站在民眾的角度 去做事情 好 你請坐 我想還有有關 昨天我想我們蘇主席 昨天也有提到 有關於七堵 郡德街 道路設置 國道一號 七堵的便道 可以分散 五堵交流道 尖峰時刻下交流道的車輛 我想交流處還有 要不要研考處 你回答好了 好不好 你回答一下 跟宋田議長報告好 因為這個案子是 焦履處他們有在做評估 好 那我們請焦履處處長 這個案子之前 在蘇主席是三年前就開始 在追這個案子 那兩年前的時候 也拜託蔡司令理委去 高空局也去touch這個案子 那最近的話 我們又釐清一些疑議 那所以現在 我們後面會啟動 跟他們持續在追這個案子 對 就是拖款案 三年了 因為之前跟 依據這個 那個交通部他們的規定的時候 上下有兩公里以內 如果有交流道的話 是不能再設 所以依照他設置辦法 是原來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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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要去做的話 任何的事情都是可以克服的 我想因為我最近走訪 歧賭區 有太多的民眾跟我反映 這一條 後來我得知 我們的蘇仁河議員 我們的蘇主席 在三年前 有提案過 有提案過 通過 結果 三年後 還是在原點踏步 還在原點踏步 有心要去克服的話 我想 是有在進步的 而不是在原地踏步 這是讓我們欺賭 那邊的民眾 可以有一個疏通的便道 這是好事啊 古早人有一句的 造橋鋪路大善人 你們身在公務門 你們用的是公家的費用 人民的納稅錢 你幫民眾去思考 開闢道路 是美式一樁啊 我希望所有公務門 都要切記這件事 鋪橋造路 是功德一見 我剛剛那樣講 你認為呢 跟宋前議長報告 本來我們就是要積極爭取 才會去推 但是 一條教導要做的時候 你要法規也要符合 也要工程技術上也要符合 這些可行性都要去 我跟你講法是人定出來的嘛 但是這個是中央 高速公務局它有定那個法 它那個辦法是全國試用 不是為了基隆去修改的 所以它本來就存在在那邊 那因為它上游隔五堵交流道很近 所以根據那個辦法裡面 它認為這種是不符合規定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一直在爭取 用這種方式不行的話 那我們就檢討 是不是用拓寬的方式 是啊 那拓寬的話也要看路權那些 要夠不夠 所以這部分的話 還要跟高工局來協調 因為又牽涉到大華交流道 它有拓寬過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本來就是要跟它 持續檢討這個東西 你持續檢討是什麼 從什麼時候開始 持續檢討還是現在開始 兩年前就開始 然後呢 結果 不是結果 不是結果 不是啊 你兩年前在檢討 路是在高工局上面 不是 如果是我們市區道路 那可能就張處長說蓋 如果我們經費夠 那我們就可以做 我知道那是高工局的全署嘛 對不對 我知道啊 那最起碼 就像我們跟你們建議什麼 我們會追啊 對啊 用關心地方 我們會去追啊 有追 我們知道答案 我們該來克服 那現在呢 原來是說 就跟議長報告 宋前議長報告 就是在三年前 還有兩年前 在那個蔡世穎立委 也有在去爭取的時候 原來就是跟法規不符合的 他現在法就在那邊 判法在那邊嘛 那後來我們現在是 就是要轉一個方式 就看可不可以用拓寬的方式 來克服這個這個辦法 就不是單獨興建這個教導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現在看起來是 已經有這個突破性的 那我們現在朝這個方式 來試試看 看可不可以 你所謂我們現在就是最近呢 還是兩年前 沒有 最近 最近 對 最近 好 我下次 如果還有機會 質詢的話 我會追著問這個問題 好不好 是 好 謝謝 謝謝 那麼還有就是 那麼還有就是 好 我們的社會處 我們有個地方自治的法令 我們有個地方自治的法令 以居住時間為標準 凡住滿若干年以上 都可以領老人年金 老人年金 老人年金 我想這是社會福利 那麼如果不是在90年11月30日之前搬進來的話 如果有外地遷入金融市戶籍的都領不到 是不是 跟宋玉元報告 對 的確是有這一條 不過他不是老人年金 他是我們禁老三金 禁老三金 對 對 禁老三金 那你們有沒有想過 這樣以後 這怎麼叫普及化的禁老三金呢 其實這個我覺得 市長 市長 針對這個 這個條例 我覺得是不是應該要 那路修改一下 是不是 就是說 90年11月30日以前 居住在基隆的 我們可以禁老三金可以提領 但是90年以後 11月30號以後的 如果遷入基隆 就不能領這個年節三金 我想這個條例實在對 我們有些年長者 引法族的 我覺得 是不是應該考量一下 這個條例 是不是應該要修改一下 好不好 我想這是 給你們的建議 要不然有的人住了二三十年 一直住到老死都永遠領不到 這會引發民怨的 好 請坐下 然後再來就是 文明正處 我想基隆有非常多的閒置土地 有非常多的公有的閒置土地 包括我自己的區內 鐵路局宿舍 鐵路局宿舍 你知道我最近走訪七區 發覺每一位 有李明會堂的 不再是文子館 都節目排得滿滿的 那就表示每一位里長 還有我們政府的宣導 輔助有成 但唯獨 中山區有個安平裡 有個安平裡 跟個流浪漢一樣 居無定所 雖然你們在 安一路十八號那邊 給他租了一個店面房子 但是那是不服使用的 我不知道租那是要幹嘛 本系認為鐵路局宿舍 是不是可以跟他們洽談 用合作關係 用合作關係 是不是可以跟他們一起合作 用BOT的方式 他們出土地 我們來蓋房子 然後把那個地方打造 打造起來 你們以後你們可以 如果蓋起來BOT的話 你們也可以收租金啊 或者是說讓李明可以運用 我想等等的問題 其實很多閒置土地 我們政府單位 都可以跟他們做合作 打造雙營 山營 所有的雙營 每一寸每一塊土地 都有利用的價值 不管是哪一個土地所有權人 我相信政府 也會得到一些民眾的回想 我想這是打造雙營跟三營的 我想這是打造雙營跟三營的 還有 目前啊 基隆市的離婚率 為什麼會節節升高 2015年 941對 2016年 979對 2017年 1026對 黃處長 黃處長 在你的認數裡面 你覺得為什麼會有發生這種情況 什麼 這個離婚呢 我們確實沒有去探討為什麼離婚那麼多 不過 我相信現在結婚也是一樣啦 其實結婚率也其實一直都沒有突破 這就是我們的 人口人數的增加部分 就是我們現在鼓勵就是先 至少一定要結婚 那至於離婚的部分 確實很多因素啦 可能家庭因素或什麼 這個我們確實沒有做這個探討 我想 民政處 應該跟我們民眾都息息相關的 我為什麼會問你這個問題 因為 離婚 它是影響一個家庭 一個家庭會影響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孩子的成長 我們的 老年人 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 整個社會 尤其現在 少子化 尤其現在是少子化 每一位 大家都著重於教育上面 今天一個家庭 如果不和樂的話 我們的孩子 他也不快樂成長在這家庭 我想這都息息相關的 其實 我們很多的經費 有時候可以去探討 研究這方面 前些學術界的 為什麼 我們要讓這城市更好 它會影響到我們整個後代子孫 真的會影響到我們後代子孫 過去 我們講 基隆 自殺率高 離婚率高 我們失業高 現在呢 這跟我們 市府團隊 都是息息相關 如果一個城市 這個三個高的話 那一定是個不快樂的城市 但是 該數落 該褒獎的 委履履 都會用 VREAL的精神 來告訴我們所有 金融市政府 所有的團隊 我相信 大家跟我過去的相處幾年 都知道 委履做事情 是一步一腳印 而且是為苦民所苦 我想在座的所有市府團隊 在過去三年的努力 而且市場 時常掛在口鬆的翻轉基隆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有沒有翻轉 有 有 最起碼 我們的海洋廣場 讓我們感覺到 假日的時候 讓孩子能夠親子 我想市場 耳後多多辦 在這個地方 讓孩子有一個平台 甚至 我覺得 每一位都希望有一個平台 有個舞台 我們盡量給我們的未來孩子 有個平台跟舞台 因為孩子的未來 是我們 未來國家強不強盛的 一個要素 我想委履 今天的總質詢到此結束 那麼 感謝大家的辛勞 希望我們一起加油 再接再厲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我們宋前議長的市政總質詢 提早五分鐘結束 我們現在休息